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君子兰 在君子兰的快速生长期 我们在养护方面都会给它增加一些养分 才有利于它生长的快 但是呢,我们给它施肥的前提一定要把握好 在三种情况下不可以给它施肥 那么是哪三种情况呢 首先呢,我们就要检查这个盆土 它是否有没有板结 如果板结的话,我们就不要给它施肥 因为土羊板结呢,我们这时候给它施肥的话 这个根式就没有很好地吸收到一些养分 那么就很容易引起肥害 因为君子兰的根式它是肉质根 它是靠这个盆土里面疏松透气 来辅助它吸收一些养分的 那么这个盆土板结了 它的吸收能力是比较弱的 土里面的养分吸收不完 就会引起肥害 第二点,我们就要检查这个脊椎 它是否有没有养上一些病害 如果养上一些病害的话 这时我们给它施肥,它的吸收能力比较弱 在土羊里面很容易也会引起肥害 所以我们在给君子兰 给它施肥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这三点 才不会让你的君子兰引起肥害 如果当我们的君子兰它生长得比较旺盛 而且它冒出的叶片是比较快的 这时候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根部就使用一些有机肥 比如像这种兰科专用营养液 它是一种有机肥 肥力比较温和 也是比较适合给君子兰交灌的 叶面肥的话,我们就要结合一点化肥了 就使用这个磷酸2青甲 7天给它喷湿一次 那么它就很有效地吸收到充足的养分 让这个甲铃剂继续的养分多了 才有利于在冬春的时候开花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君子兰 在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